大家好,欢迎来到城市乐园 今天,迪迦奥特曼来到面包超人的超市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还有美味的食物呢? 正好超市来了一批新的崎岖蛋 迪迦奥特曼看了看 他选择了一个黄色的崎岖蛋 然后他还选择了一个绿色的崎岖蛋 这里面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迪迦奥特曼肚子有点饿 他还买了些食丸 这是一个布丁食丸 他看了看,还选择了一个面包超人的咖喱便当 这里面的咖喱饭好像很美味呢 迪迦还有点口渴 他还选了一瓶苹果汁 迪迦奥特曼买了好多的东西啊 手推车都装满了 那就先买这些吧 他推着手推车来到了收银台 让我们帮迪迦奥特曼把买到的食物放到袋子里 这是苹果汁 这是面包超人的咖喱便当 还有一盒布丁 好像放不下呢 让我们再拿一个袋子 那这样子 两个袋子就刚刚好可以装下了 迪迦奥特曼买到了两大袋的东西 奇趣弹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绿色的奇趣弹里面是两个奥特曼的迷你人偶 这是哪两个奥特曼呢 你们知道吗 他们在做飞翔的姿势 看起来好好玩啊 正好可以用链子把它们串起来 黄色的奇趣弹里面 是一个可动的拼装人偶 这是哪一奥特曼呢 原来是迪迦奥特曼 让我们来摆一个帅气的姿势 迪迦奥特曼买到了好多美味的食物 还有好多惊喜玩具 赶紧回家玩玩具咯 迪迦奥特曼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买玩具咯买玩具咯 贝利亚也来到了超市 她今天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 这不是新来的一批奇趣弹吗 我要我要 贝利亚选择了蓝色的奇趣弹 她还要了红色的奇趣弹 正好和奥特曼打斗完 肚子有点饿 叫我来买些食物补充一下能量吧 这是一瓶橙汁 看起来好美味啊 这个便当好像也挺不错的 这是蛋炒饭的便当呢 上面还有花菜 这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瓶甜点 那就先买这些吧 贝利亚推着手推车来到收音台 让我们帮贝利亚把食物装到篮子里 首先是便当 便当加热之后应该很好吃 然后是酸奶的甜点 还有一瓶橙汁饮料 贝利亚也买了两大袋的食物 这下子她可以充满能量了 红色的奇趣弹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一个怪兽的迷你人偶 这是什么怪兽呢 全身长满了尖刺 它好像还有两个头呢 让我们用链子串起来 蓝色的奇趣弹里面会是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变形弹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 她的手张开了 好像有两个翅膀 这是她的脚 看起来好短了 她的尾巴是红色的 然后她的头出现了 这好像是一只公鸡 它还有机关呢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怪兽吗 这是一只会飞的怪兽哦 贝利亚买了好多食物啊 还有一个怪兽的迷你人偶 还有一个会飞的变形弹怪兽 快点回家玩玩具咯 贝利亚在回家的路上 正好遇到了迪迦特曼 这不是迪迦吗 你也去买了奇趣弹啊 迪迦说 是啊是啊 我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呢 贝利亚说 我也买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啊 让我来给你看一下吧 我的这个怪兽人偶 可是会变身的哦 看我的 突然 贝利亚手上的怪兽人偶不见了 变出了一只红式的大怪兽 原来这是一只两个头的怪兽 看起来好凶狠啊 迪迦奥特曼看到了贝利亚 用迷你人偶变出了怪兽 他说 我的两个迷你人偶也可以变出奥特曼呢 看我的 这时候 迪迦奥特曼的两个迷你奥特曼 也变成了两个巨大的奥特曼 突然 这个时候有一只怪兽飞了过来 这是什么怪兽啊 他长着尖尖的嘴 然后还有红色的机罐头 贝利亚说 这是我用变形弹变成的怪兽 我的玩具厉害吧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